看一看这个场景 我们的车 真的是我们的车 我们公司同事 今天早上出来跑山 这是礼拜天 现在时间其实才早上9点多 我们已经跑完了 因为早上这个山路就没有什么公开的其他的车辆 人很少 车很少 我们所谓的跑山也就出来溜一溜 然后再确定那几个弯 事业很好的时候 就会稍微开快一点 感受一下车的操控 试试轮胎的抓地 试试避震的调教 也有我们很多同事自己的车 都多少有一些自己的改装 换换轮胎 换一换刹车 换一换避震这些东西 轻度的改装 那就出来这种有挑战性的山路跑一跑 今天我开来的车 是我的最新的新宠 就是这台GTI 这车我自己买的 也是我们今年的KOL百万买车计划里头 我选了这个车 然后这部车是我第一次把它带出来跑山 它现在其实才用到第二缸油 我第一次跑山 跑下来的感觉可以告诉大家 很棒 这一代的GTI底盘调教 动力调教都很棒 包括轮胎也都很不错 在上山的时候 我追着志豪的宝马的M235i 这部车3.0涡轮了 所以上山我追着它 在直路上我运动模式 把这个车直接拉爆 就直接拉到顶的话 勉勉强强跟着它 但是它后来说它只用了八成功力 但是在弯道上我感觉 我这个车就100%的功力都死出来了 它那个车 它后来说80左右 然后后面这些普通的前驱钢炮 根本就不是我这个GTI的对手 下山的时候我跟了一下他们那些86BSA 没改过的86BSA 基本上下山的时候跑不过这个GTI的 改过的话轮胎加宽 刹车改过的话 下山就会厉害一些 GTI跟他们刹车就会冒烟 我刚才也刹车刹到冒烟 但是即便是冒烟 它的刹车力并没有衰减 当然任何刹车冒烟之后 你再死踩 你终会把它踩到失效的 所以量产车的刹车 大家还是将就着来 这个车运动模式 拉这些山路是很舒服的 因为你降挡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非常听话的降挡 432这样降 服从性非常高 基本上在任何的弯道上 只要我想降 它就能降得到 升挡你可以自己升 你也可以不管它 它即便在运动的手动模式下 它升挡到顶之后 它也会自己升 所以它是可以很快节奏的驾驶 你都不需要说 因为我现在很快节奏 我要去追人家了 所以我就用自动换挡了 不用 这个车你依然可以用手动 降挡的时候它很听话 然后排气声浪也比较好听 其实在山路上快跑的时候 你就不太在意排气声浪这件事情了 你在意的是它的避震 这车的避震和轮胎的搭配是很好的 基本上在很多的急弯 这车带一点抛跳的时候 你只要再带一点点刹车在弯中 一般我们不提倡在弯中才带刹车 但这个车你可以在弯中用左脚轻轻调节刹车 让它有一点姿态 然后尾巴会出去一点 而且车头会往里收 所以这车往往是你觉得 我这弯进得有点快了 但是只要你敢轻轻带一点刹车 它还是能够在出弯的时候 收窄线路回到一个不错的线路上来 很少说车子会推出去 因为你知道在山路上我们是极度不主张 过一个弯推出到对面的车道上 所以我们要极度避免这种情况 这个车基本上可以让你很轻松的 就可以避免掉这种情况 我试过仅仅是一次 那个弯可能在过弯的时候 那个山路正好是我们说的off camber 那个弯是不是朝内侧的 是朝外侧的 所以这个车一抛起来 有点抛的厉害 整个车的侧行幅度很大了 这时候就真的依靠它的ESP 把这个车救回来 在我手里开这个车 我也不会关闭ESP 我觉得现在这个ESP 完全不会影响你的激烈驾驶 包括公弯 包括要去追人家 这个ESP都是在帮你的 完全不是在打扰你的 然后这个轮胎我说一下 它是一个Dunlop的 叫做SP Sport Max 这个轮胎050 这个胎 我觉得用在这个车上 现在避震原厂的动力 是恰到好处的 有人说这个胎很烂 一定要换什么什么好胎 我自己今天这个复杂的山路 跑下来 我觉得真的可以了 如果这个胎再好的话 你过完速度会快一点 但是你又会觉得 这个车动力不足 我又会觉得它避震软 当然这个胎 胎壁也不是很硬 你看我都有点吃到这个地方了 你看 这已经磨到地的了 吃到这里了 有些急弯的话 过的话 这个胎变形量还是有些大 刹车 我觉得正常的一些 出来周日跑山这种 这个刹车原厂的也OK 这车原厂的状态 其实已经像一个小小改装的车 除了说我说刹车避震轮胎 调得不错 动力调不错之外 你看看这里 它这个水箱里面 原厂是一个银色的水箱 看吧 我不知道它是铝还是什么 反正它原厂是银色的 所以你远看透过前格栅看过去的话 这车特别像一个改装车 像自己改过水箱一样 但你在看以前的N多年前的 你看大众一般的水箱都是黑色的 我们量产车包括宝马 什么那些水箱都是黑色 这个车远远看就是银色水箱 就像自己改的那种大水箱一样 所以今天表现还是挺棒的 我其实也一如我的所料 因为我开过历代的GTI 尤其是5代跟6代表现是很好的 尤其是5代那时候主要就是快凶狠 那个波箱快 但是6代整体的电子系统 跟车子的轮胎这些匹配是做得很不错的 现在我们这个8代依然是很棒 那个可变的避震 我另外再拍一条片子跟大家讲 今天我就很简单的就用它的运动模式 我都觉得挺好的 像我这种开过这么多后驱车的人 自己也拥有过那么多后驱车的人 我都觉得前驱车调得好的话 在山路上还是有它的乐趣的 心情和乐趣是不一样的 开前驱车整个人轻松 但车子很听话 就不像后驱车那样 咬着牙 直接在锻炼自己 所以是不是钢炮是所有车手的归宿 这句话是我说的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